消遣佛法 没事干的 消遣消遣 拿到佛法来消遣 老法师一生致力于佛陀教育 佛教教学 着力倡导破除迷信 启发正知正见 阐明佛教的最大意义 不是烧香拜佛求保佑 迷信宗教 也不是把它当成一门学问 去做学术研究 而是对普罗大众的生活命运 有真实的帮助 破迷开悟 使云云众生 能真实受益的最好教育 学佛在于改变本质 修行在于改变观念 只要修学正确 如理如法 那么任何灾难 痛苦 不幸 都能一一化解 同时 一切提升善良品质 恢复心性 昌明道德 改善社会风气 教化补育人心 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教育 净空老法师都大力 弘扬赞叹 你还是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顺眼 一切恭敬 不是骗佛菩萨 上骗佛菩萨 下骗一切众生 在这里都骗自己 老法师 老法师光风济月的胸怀 深远广大的智慧 浅显幽默的表达方式 往往使大众闻所未闻 毛色顿开 欢喜受用 你天天给人家争 人家穿这个花样 你好像 这个衣服不瘦后 不时髦了 穿不出去 穿人笑话 我就给他讲 笑死是别人死 你不死吧 有一天他问 他说净空法师 你常常讲 佛式门中有求别人 我非常怀疑 我说你为什么怀疑 他说我向地藏菩萨 求一个垫边香 求了三年都没来 我就问他 我说请问呢 你这个道场住多少人啊 你这个道场住多少人啊 他是就他一个人 我就跟他讲 没有必要 我是地藏菩萨 也不跟你 为什么 你一个人啊 一个人也需要 学会聊亲近平等觉 学会看破放下 永远不生变 不但不生病 你还会不老啊 你看我这个样子 就不老啊 许多认真观看过 净空老法师教学光盘的人们 大受益处 大有收获 诚心诚意地 依教奉行 修学佛法 或转危为安 或灾祸化解 或重病消除 或烦恼减少 无不感恩不已 这种彻底破除了迷信的 修学佛法 使无数的家庭 重归和睦吉祥 无数的男女老幼 借恶从善 永得平安 这位大慈悲 大智慧的 净空老法师 的的确确是 今天的人们 不能不认识的一位 好师长 我们祈愿更多的地区 更多的人民 和更多的家庭 有福气 有智慧 有缘分 认识老法师 学到更多的东西 获得更大的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